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 为了让新住民姐妹学习一技之长 由信册连池功德会开办的新住民社区服务据点 开办牛角松筋的课程 由于现代人的压力都蛮大的 需要疏解压力 有部分学员本来就是从事美容行业 也纷纷前来社区学习 老师拿着牛角的按摩器 在学员脸上示范波筋的动作 学员们都很仔细地听讲 因为她们都是新住民姐妹 来到台湾希望能够习得一技之长帮助家庭 想到转业跟卖衣服一些比较好 卖衣服就是没有店面 就是网络卖而已 转业就是我要学这个 自己做的学道给大家 给我们表演 转业以后如果能会就开个店 我有开店做美容的 因为说这个可以打那个 把那个卸道什么都给她按得清楚 因为我想说深层一点 所以来这边写上课 有些学员原本就在做美容护肤的工作 直到现在脸部进行 穴道按摩和松筋等动作 可以藉由改善身体器官的功能 让脸部气色更加红润亮眼 纷纷来进修让进宿更上一层楼 已经胃不舒服的就长按这块 本来不知道那个血道 有时候头痛 客人跟你讲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是经络的 所以就很多 每个一个团一个说 去学经络的话可以 很多很多的帮助 再来就客人就很多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 我们这班就是三个就美容班 因为我做脸部保养 是保养而已 这个可以帮助那个 我们去哪一个隧道 哪一个隧道 隧道是我们 按哪一个隧道这样 那个牛角进来 开得比较好 经过几堂课程的学习之后 学院们学会眼睛保健 头部放松和脸部提拉等技巧 最后通过测验 就可以拿到结业证书 对未来创业更有信心 让西医民姐妹可以让她在家里 也可以创业 也可以工作 也可以带小孩 然后有一个音乐际会之下 我们认识那个 就是牛角进入送金 这个区块的那个技术 然后就陪你新移民姐妹 我就是想说进修一下 把自己的话就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 学的比较多一点 看看每个老师的手法是怎样 这样子 对对啊 未来有希望自己来穿开 对对啊 未来是自己有打算自己要创业这样子 新住民大多资深来到台湾 信彻联池功德会 承接社会局的赔利发展计划 让飘洋过海而来的新住民 能有一季再生 面对未来生活更有信心 社区好新闻 林嘉明来以长邦采访报道 接下来看到林亚区凯旋社区发展协会 为让社区妈妈们学习手工艺 特别找来专业的师之教导 如何制作小饰品 才开课第一天 救星五六十位里民来报名参加 甚至还有小朋友也来臭热闹 做出来的袜子娃娃也很可爱哦 让里民们爱不释手 选在晚上举办才艺课程 原本以为乏人问津 没想到五六十位里民 挤报了里长服务处 全都是为了学习制作 里长手上这个袜子娃娃而来的 他就是从一只那个袜子 然后经过老师的教导 又剪又缝又用纽扣当鼻子眼睛 非常快乐 所以后来有小朋友看到 要求说改成假日 他们也要来上课 从穿线缝扣到最后如何收尾 老师们细心教导 学员在一旁仔细聆听 甚至还有小朋友也加入 学习的行列 娃娃手工艺教室玩得非常高兴 那个小朋友甚至于都要求说 还要再上课 请我们的汪开丽老师再开班 他们也要 小孩子小朋友也要来参加 一些小朋友看到 他就是说很想参与 所以他就是把我们说 可不可以让他们有时间 也一起参与 所以说我们会再继续举办下去 原来这是林雅区凯旋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社区妈妈学习手工艺 特别安排的实作课程 李明不仅踊跃参与 尤其成品袜子娃娃模样 真的很可爱 让许多李明爱不释手 潘理事长表示 第一次开课就吸引这么多人参加 打下很好的基础 接下来只要李明有学习的意愿 也将会持续安排课程 让大家都能够沉浸在 学习的乐趣当中 社区好新闻张盛民王思武 采访报道 位在前镇区的松博社区 照护关怀站 主要服务原住民长辈 在这里不但可以用母语问候 也能感受到家乡的音乐及舞蹈 理事长郑玉贵 有感于住在城市里的 原民朋友逐渐忘了母语 因此打算找其老针对部落艳语 编写陈书籍 传承给下一代 用原住民母语亲切问候 他是松博社区照护关怀站的 理事长郑玉贵 常年致力于原住民长辈 关怀跟母语传承 而今年他有个计划 就是要收集原住民的文化艳语 编撰成书传承给下一代 今年我的计划是要开一个叫做阿美族的艳语 来收集原住民的阿美族的艳语 而且还要从老人的分享 还要从他们的过去老人家所教他们的那些 那个艳语来收集起来做成一本书 我有这样的构想 而之所以有这个想法主要是住在城市的原住民 特别是年轻一代逐渐忘记了母语 而他希望推广年轻族人学习讲母语 也将部落奇老的智慧好好收藏 这个都会区的原住民学生 他们对这个母语 因为他们在都会区没有办法讲得很好 老师教也教 没有办法很快去学到 因为他们平常不讲 在家庭方面都不讲 所以我们很用心的希望有个传承的资料 给下一代是这样子 不仅要将母语发扬光大 松博社区照顾关怀站也妥善保存了原住民的手工技艺 从提代器皿到各式各样利用回收物做的艺术品 都让人看了泽泽成奇 每一个作品都是我们学院做的 一个一个都不同的作品 因为我们一摸这个打包袋的时候 想到过去我们在乡下的每一样的这个东西 都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都是用这个打包袋来代表 我们过去在乡下的这个东西 我看到图案我就知道是哪一组的 我就画这个画 那你来这边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十年了 我在这边十年了 交到很多好朋友 对对对 大家都是很愉快的 不管是嘴里说的母语 随口哼的传统歌曲 或是手里边的手工艺品 岁月静静流转 在都市里看不到故乡景色 但原住民长辈在关怀站找到了文化的根 也打算将它继续传承下去 社区好心论张世民王思武采访报道 里面的小事就是里长的大事 对林亚区普天里里长来说 这句话是身体例行 里内一间面包店发现地上出现不明的虫虫 吓得赶紧请里长来帮忙 里长得之后以这项水利局及养工处等单位求助 最后终于把虫虫给赶跑 里面对于里长的服务是称赞不已 照片上灰白似的不明虫虫 让店家吓得惊慌失措 原来不久前做糕点的谢太太 发现地板上冒出一大堆小虫 由于不知道打哪来 又担心会影响到食品安全 赶紧跑去向里长求助 那个时候就要从跑进来 这个我们做这个生意是吃的东西 从跑进来是很麻烦 所以整天都在扫 感觉就很像蛆 然后怕是水沟可能有什么脏东西 或是捕烂的东西 然后怕是区位长那个苍蝇 其实对环境会比较不好 普天里里长柳幸雄先是向水利局询问 看看虫虫是否从水沟里跑出来 但结果并非如此 接着又跟养工处联系 怀疑小虫是从店家门前两棵杖树爬下来的 这才找出源头 试药后终于将问题解决 我请养工处来 养工处来起先 我告诉他说 这个虫我也不晓得从哪里来 但是树的那个上面的叶子 也吃了不少 两边都有吃到 还有这边 水沟出来这边都是从 从这边到那个店面里面 延伸到里面 所以我说 你请你帮忙 看有什么办法 赶快给它消灭掉 用好年冬 带在筋里面就对了 筋里面 结果 隔天 老板娘来跟我讲说 好很多 好很多 我就心里笃定了 这个应该是从根部来了 住家前出现重重危机 还好里长帮忙奔波 终于化解危机 李明感谢里长 里长则说 李明的小事就是自己的大事 当然是大事 李明的小事我大事 我放在心里 我天天想 我天天来看 我真的天天来看 我一看还是有虫 我很担心 对很担心 结果现在好了 我们工部门 像我们的清洁单位 清水沟的 环保局清水沟的 还有我们的养工处 非常备合 现在讲实话 现在李明至上 不得了李明至上 他们的小事是我们大事 我的小事是我们上面的大事 无心外头不再见到小丑丛 店家也可以安心制作糕点 受逃 不但店家送了一口气 对于民众吃的安全 也多了一层保障 也难怪里长柳信雄说 这是一件大事 可不能随便草率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 王思武采访报导 那个那个 关心地方热爱港都 社区好新闻赞 拥抱港都 热情加温 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 乐活宜居 美丽港都 社区好新闻 关心社区大小事 看了好新闻 自然就有好心情 幸福高酒 乐在宜居 社区好新闻 报导银大小事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关心地方热爱港都 社区好新闻 赞咯 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 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 有青年港都 有线电视公司举办 也是每年暑假 小朋友们最期待的 小小主播夏令营 第二题次 8月6号7号欢乐登场 来自高雄各地40位国小学生 一同参与主播学习营 精彩丰富的课程 成为他们暑假难忘的回忆 有青年港都 有线电视举办的 小小主播夏令营 第二题次 周六欢乐登场 来自高雄各地40位国小学童齐聚一堂 除了认识有线电视外 也对学习电视新闻制作及摄影拍摄技巧 再结合小朋友最爱的有奖温达 反应相当热烈 潜移默化之间体验到记者生活的干苦 港度有线电视的收视区 来讲一个 来跟这边 来你先 前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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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除了室内课程学习 户外实地拍摄采访也是课程重点 透过资深摄影记者的认真解说 让小主播们清楚明白 新闻构图及影像拍摄的技巧 不会啦 这样还好一只手啊 要不然你这样子 你会这样子很酸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要 你要让你自己的手 不会那么酸的情况下靠近他 我们是要先找到人 然后所以我们要先看对人 然后再认音 然后这边再找人 好 有没有看到同学 小小主播夏令营 课程紧凑也充满挑战 一整天下来 原本对于电视新闻制作 一知半解的学员 经过细心指导 不仅收获满满 也对记者这项工作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可以体验到 可以当主播 还有可以当记者采访别人 然后老实讲 也有讲很多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主播能做什么 可以让我学到 摄影的技巧 让我对记者的工作 更加认识 然后我觉得 这个夏令营真的很棒 非常大的帮助 以前看新闻的时候 觉得很有趣 但是现在摄影不了解 才觉得 当记者不是那么简单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不会想要当记者 一定会 我会想要当个好记者 今天他们也有时到很多不同的摄影技巧 而且有时到有线电视 对 他们也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秉持回馈社会 深耕在地的精神 今年暑假安排两个梯次的小小主播夏令营 不但学员充满学习热忱 也在寓教娱乐之间成为他们暑假期间难忘的回忆 新年港督爱高雄 小小主播夏令营 赞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小小主播营第二天的重头戏 就是要让小朋友站上主播台 体验主播播报新闻的感觉 小朋友面对镜头难免有些紧张 要完整播完一则新闻的稿头还真是不容易 不过在全国发表会议时 家长看到小朋友在荧幕上的表现 还是相当满意 小朋友一进入摄影棚 看到棚内的灯光 布景和复控室都感到非常新奇 原来电视上的画面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以为那个背景是真的立起的 然后我现在才知道那其实是一个板子 背景都是绿色的 这个绿色是要干嘛的 可以变弯背景 接着小朋友站上主播台 看着字幕机播报新闻 第一次难免有些紧张 平平恩机或者眼神不对 姿势歪斜 导播都会予以指正 希望小朋友有最完美的表现 那你觉得要怎么样才能做主播 声音要大然后咬字要清楚 不用害怕认真的讲 就是当做像在聊天一样 请问你喜欢宁阳区的什么地方 另外课程还安排大人物专访 小朋友运用采访技巧 发挥记者监督政府的精神 访问林亚区区长和左营先上里里长 问的问题让大人物有点招架不住 今天问的一些我们有关我们林亚区的 包括我们的林亚区的由来 我们林亚区的目前的状况 跟我们目前服务的一些重点 跟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形 我都觉得也让我们有了解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市民朋友 都很期待我们工部门做得更好 然后更来为他们来服务 就会蛮意外 现在孩子好像没有成熟度比较高 会问这样的问题真的吓我一跳 对啊大人都很少会问这个问题 小孩问这个天哪我怎么回答 最后在成果发表会里 呈现小朋友两天来的学习成果 无论是街头访问撰写新闻稿 还是主播播新闻 小朋友都学得有模有样 颇有大将之风 我是小小主播许慈婷 暑假开始了 高崇市左营区的富博公园 经过整修后 变成了一个环境优美 日夜暗来的新公园 在对外讲话啊什么就比较稳定这样子 对就以后希望他走这一方面的方向 真的喔 对 很多的新闻都没有那么正面的 就是会有一些偏颇 然后可是因为让小朋友参加这个活动 可以让他就是对新闻有更成 就是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还蛮好的学习经验 这一次的学员大家都是非常的专业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他们能够把自己做了一个主播的一个养成 我想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举办 对于一些媒体试读的一个基本的观念能够做一个推广 两天的小小主播营课程丰富充实 让小朋友体会电视新闻的产制过程 需要一群专业人士才能够圆满完成 未来想成为小小记者小小主播的种子已经在心中扎根 小小主播棒不棒 棒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暑假中各式各样的夏令营大受欢迎 高雄市大社区宝社社区推出结合怀旧及魔术的魔幻夏令营 吸引许多学童报名参加 课程中不但能体验手作糖饼的乐趣 还能看到精彩的魔术表演 让小朋友度过一个难忘的夏令营 小朋友手拿勺子 里头装满砂糖跟苏打粉 不停在炉火上搅拌 每一会功夫 原本液态的糖汁开始起了变化 突然间整个膨胀起来 变成一个大饼 让人看了嘖嘖称奇 以前那古早时候 小朋友都是没有什么零食可以吃 那那个大人他们就发现说 要那个砂糖 他居然可以放那个小苏打粉 他居然可以捧起来 就变成碰腾 给那个小朋友 这是一个欢乐的暑期 让他们觉得好兴起 好兴起有这个玩意 原来这就是糖饼的做法 巨公们依循老一辈的方法 教导小朋友 让他们实际体验古早味 小朋友不仅感到有趣 还争先恐后 要尝尝看糖饼的滋味 很好玩 自己动手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火炉 就是火还会 噴出一些小粒的火 然后害我们在那边 娃娃大笑 今天那种玩 都觉得很特别 而且很好吃 除了古早味糖饼制作外 还有精彩的魔术表演 轻轻点一下魔法棒 然后这时候 就会从二楼的蛋蛋 就会跳到一楼 掌声鼓励一下 这些都是宝舍社区发展协会 为领内协同精心安排的夏令营课程 结合古早味及魔术风的魔幻夏令营 一推出几乎斑斑克满 我是宝舍里的志工 那刚好借由这次里长的活动 那也是带一些欢乐 魔术啊气球的欢乐给小朋友 让他从中可以学习启发 然后发想一些创意的灵感在里面 让他们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 没有玩过 他们没有玩过 让他们再重新知道 以前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东西 全是文化的一些的那个意义 在志工指导下 学童亲自尝试体验 增添许多乐趣 也成为小朋友暑假中精彩的回忆 国幻宝社里 美景 暑假营队好好玩 社区好新闻 张世敏罗绍军采访报导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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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年港督农民力带你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 明天是国历8月16星期二 农历7月14 适合放水 开渠 栽种 安床 不适合入宅 上凉 陆练 看病 冲鼠 煞北方 33岁及93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 我是罗绍军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 当教练之后 我常告诉小球员们 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 永远的老朋友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青年美国满堂 顶尖是台湾传痛的文化 代表一个rolle傲在地的精神 所以 Щ 도让心口 我们也要用心这个参信 好后一般人 便能感受 日本土地的警察 看見在地人的心 慶蓮港督有線電視 和您一起用心